宋江如果论打架 他谁都打不过 但是为啥宋江能做老大呢 宋江的外号叫啥 叫吉时宇 宋江不会做事 打架连使签都打不过 但是宋江会做人 写上一句话 把人做到极致 就不需要做事 梁三其实不是他创立的 梁三最少是王伦创立的 王伦就是个普通选手 他以前在梁三也挺牛逼 作为作福 结果一不小心的 招了个优秀的员工 来我问你个问题啊 一个在普通境界的老板 招了个优秀的员工 你告诉我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绝对是坏事 因为老板正常来讲 都是被优秀的员工给整死的 你不招优秀还不错 你本来就很普通 你带了一帮普通的员工 虽然起来也做得很普通 但是你毕竟还是个小老板 能听懂吗 如果招了个优秀的员工 那个员工的名字姓名叫林聪 当年管80万总教头 我那个苍天啊 到了王伦手下 当了没几天员工就发现 王伦格局低境界小 什么玩意儿王伦就干了 干了以后呢 发现最牛逼的是谁 最牛逼的是那个曹盖 曹盖当上老大了 曹盖是第二把金交椅 那曹盖在那个维持呢 曹盖也在优秀维持 咱从哪件事可以证明 曹盖是在优秀呢 就是宋江上山以后 带了N多兄弟来 宋江每一次打仗 都是清帅的这个军队 每次都不出宗宁长 决胜千里之外 再说各位 如果这个企业的老板 如果这个曹盖 是一个在卓越层次 或者在辉煌层次的人 看到这么好的员工 应该怎么样 多好啊 贤弟你太厉害了 激励贤弟 打更多的地盘嘛 但是这哥们怎么说的 这哥们就感觉到 自己的面子都被宋江抢了 风头都被他抢完了 他要跟员工抢荣誉感 所以他就跟宋江说 贤弟你看你太累了 这次我去 你说你去就去吧 你向宋江学习 人家每次带队打仗 带着军师无用 对不对 军师无用给他排兵目镇 他就在中军帐里面一坐 排兵目镇 决胜千里 运筹帷幄 你可倒好 军师无用也不赖 一马当心冲到前面 想建功立业吗 想要荣誉感吗 一箭咔嚓 给人尸死了 这就是优秀的人 所以在这边各位 一个普通的老板 很普通 他一旦招了个优秀的人 直接被干死 一个老板很优秀 结果他招了一个卓越的人 直接被取而代之 有人说老师 那我们不招优秀的人 企业又不能发展 我们不招卓越的人 企业又不能发展 这可怎么办呢 这就是个矛盾啊 这就是 我既然要用优秀的员工 我就必须要超越优秀 进入卓越 我才有可能 驾驭好优秀的员工 是还是不是啊 然后我要用卓越的员工 我必须要逼自己 让自己上升到辉煌的维持 然后才能驾驭和降服 那个什么 卓越的员工 来写上一个句话 这句话非常重要啊 非常重要 老板 不要跟员工比能力 也不要跟员工比智慧 你可以用能力 比你抢N倍的员工 就像马云一样 互联网他啥都不懂 对不对 找了一帮比他懂的人 给他做 融资不懂 找了一个非常懂融资的 拆从信 帮他干 但是 这个各位 老板 不要跟员工比能力 不要跟员工比 这个智慧 但是老板 一定要跟员工比一个东西 格局 境界 你必须要 你的格局境界远超员工 只有这样 这些员工才愿意为你所干 如果一旦 你的格局境界都比 员工还低了 员工一定会取而代之 要不就离开你 这不用说了 这肯定的 好 好